2月24號 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陸海空攻擊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發表電視講話表示 俄羅斯入侵首日已造成烏方137人死亡 316人受傷 而中共海關總署選擇在24號發布公告 允許俄羅斯全境小麥進口 引起外界關注 一個就是關於小麥進口的問題 在當時俄羅斯戰爭還沒有打 中共它也並不希望俄羅斯戰爭打起來 中共估計戰爭是打不起來的 臺灣財經專家黃世聰表示 中共此舉其實是迫不得已 而中國去年有近三成的進口玉米來自烏克蘭 觀察認為 俄烏開戰 中國農產品價格恐怕還會持續上漲 中共剛出臺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兩個底線 其中一個就是要保證糧食安全 市價格再高 它也在大規模的進口 所以這個問題應該來說是相當嚴重的 黃世聰認為 今年適逢中共要召開二十大 7月份習近平要訪問香港等 在這個政治敏感年裡 糧食安全隨時會影響到政治安全 所以對它來講 它寧可先開放了之後再說 反正至少先確保糧食在今年能度過 至於說 或許它的病會傳到中國來 或是它的小麥含淺的問題 這可能都是一些次要的考量 反正我只要宣傳的夠好 民眾沒有發現 或許今年的糧食問題就可以就此過關 今年1月 伊朗衛生部一度警告 從俄羅斯進口的小麥 千含量很高 但後來還是對這些受污染的小麥頒發了許可證 如今 中共海關總署公告表示 進口的俄羅斯小麥是指在俄羅斯聯邦境內 且未發生小麥矮心黑碎病的地區種植的 僅限於加工用途的春小麥 並要求俄方實施檢測和提供年度監測結果 當初 中國跟美國在打貿易戰的時候 它就從俄羅斯不是進口了豬肉嗎 所以導致中國非洲豬瘟等等的污染 當然了 這一次很多人會擔心說 那如果開放俄羅斯的小麥進口之後會有怎樣影響 中國官方的立場就說 進口了他們會嚴格的把關 但是到底會怎麼樣 其實誰也不知道 大紀元專欄作家王赫認為 中共根本不在乎污染問題 據中共官媒公開報導 感染矮心黑碎病的小麥 嚴重時可損失75%到90% 甚至絕產 未經有效處理的病脈加工的麵粉 不但帶有腥臭味 還可導致人畜嘔吐中毒